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就要录完了整期节目 然后发现又死机了 就是软件什么的都没把我们的声音录进去 对 软件不动了 所以我们就重新立马录了第二遍 因为时间吧 还有精力各方面 然后我们已经无法再读大家的留言了 所以我们绝对缓一天再录 对 因为当时又半夜了快 所以加上这期节目的留言有特别多 所以咱们就作为特别节目 对 录制一期专门的互动话题 然后呢 在这期节目的尾声 金刚依然会出他一个特别弱智的 搞笑的 愚蠢的 奇葩的谜语给大家 希望大家猜一下 对 然后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背景音乐 其实是咱们原来放过 是在那个电影《失恋排行榜》里边 杰克布莱克所演唱的那首歌 但是我这回放的是原唱 是马文盖一唱的 然后奋献给大家 特别适合夜晚听的骚铃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吧 好 微博上的留言和微信上的留言 咱们就一起念了 就不分了 念念之后说 现在该微信了 好吧 然后 波小王大波说 必定是一步之遥 最为期待 姜文大叔绝对算作是 最为全能的一个导演 导编演样样能行 而且样样都精 在贺岁党国产 大片齐聚的12月 唯有姜文值得期待 PS 本周姜文坐镇资料馆 我不告诉别人 喜儿一定要念我的 没钱得瑟 就我们带你告诉大家 我看好多留言都说最期待的是姜文 这个也比较符合咱们的预期 都想得到 然后大波应该是非常喜欢姜文的 但是啊 你们真的是特别特别期待这部电影吗 这部一步之遥 我不是很期待 但是也肯定会去看 我是挺期待 因为 现在就姜文拍的电影 还算一个电影的样子 很多人拍的国产片 已经不像电影 对 其实我是因为 还是迷恋姜文曾经的那几部电影 所以他这种拍片子 其实就是在我这方面稍微降低一点期待 无法接受一个商业化的姜文 对 然后呢 但是我又听说了一些非常好的赞美声音 然后我就又激起我的好奇了 本来我是不是很期待这部电影的 挺奇怪的 我本来是非常期待的 在年初的时候还特别期待的 但是现在不是特别期待了 那要这么说呢 12月好像也没有特别期待 对 但是我又都挺想看的 对 就是这么一个心理状况 然后陈伟Tiamo说 贺岁党来了 感觉像我们这样影院工作者 会累死 想想就不会太期待 没有时间看电影 只能卖电票了 看来这位朋友是一个影院工作者 然后他是在天津好像 在嘉应国际城 整个时候开始了 其实正好因为他是影院工作者嘛 然后正好阿和其实曾经也在影院工作过 然后我就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影院上班的人 是不是可以经常免费的看那些电影 对对对 那应该挺好的 就是说 因为我不知道阿和曾经在影院做什么职位 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放映的时候 他不有人关灯啊什么的 对 然后我经常看见那些人就坐在那 他们也看 正在我突然没看过 他们有时候就是你说放映员对吧 对对对 放映员他有时候视频他会先看 对他有时候比如说 正常的工作时间啊 他如果那会儿就是片都放好 他可以进听去看 就算被经理发现也没问题 他可以说我来我来观察影片质量 所以他放映员就是有理由可以理所正当的 在工作时间进听去看电影 对啊 这个工作挺好的 从从这个方面来说确实不错 但是待遇待遇呢 对影院待遇就是相对别的行业来说不算太高 就比较一般是吧 对对 那你在放映的过程中看过吗 就进听 我没当我放映员 我想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就刚才上期节目 不是上上期还好像是 咱们做那个电影院那些事的时候 就我个人对于他们在影片结束 刚上字幕的时候就开灯 或者有时候电影还没完全结束的时候 就直接开灯特别不满意 对 就这是为什么呀 就是着急轰然是什么 有一方面是这 因为他们那个就是一场跟下一场 中间那个排期 他是还要算一个放那个应钱广告的时间 而且就是还包括打扫卫生 所以这边就是为了赶时间 因为有些可能这一场人不多 下一场就很多人 他希望观众就是提前进场 所以他有时候就是 其实还说白了 还是就是为了多挣点钱 对对对 但是现在就是 可能现在就是观众这方面就是意识也提高 包括影院他也会注意到这方面 比如说彩蛋这块 现在很多影院 我所知道北京很多影院 他就会留着彩蛋 他是开通他还会开 但是他字幕他不会强 他会让观众看完 就是说有的明知道有彩蛋影院还就是强制不放之类 也有这种现象 有这种影院 小有缘 那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对对对 好 能飞的石头说 又是一年之中最烧钱的季节 已经列出一张自己要看的清单 包括了重新上的功夫 因为一直没看过 还有就是太平伦上不好看是真的 好 看来他已经看过了太平伦上 一年中最烧钱的季节 其实到了春节党 好像更多 对 但那个时候 一般吧 规律来看是烂片扎堆的一个时候 对 尤其是很多香港那边港人 然后拍的贺岁片什么的 对对 曾经的贺岁片还是很不错 但是现在真的是就是 有点吃老本 然后拍的极其差 以黄百名为代表 对 然后苗不正 根不红说 必须一不知遥 发布会上有个记者提问 葛优作为品德典范 怎样看待艺人犯错的事情 旁边的文章句尴尬 期待一不知遥的同时也有些担心 因为现在的3D已经被默认为圈钱属性 一不知遥也用了 所以我希望姜文是真正从电影艺术角度出发的 感觉他是比较有性格的导演代表人物 要是他也开始东西不纯 那就太失望了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说为什么选择放3D影片 或者说姜文的3D有什么看法之类的 姜文说其实他们小时候看的那些电影 就很早其实就有这种所谓的3D电影 他们小时候也会戴着眼镜去看 就是说好像这个东西他很早有接触过 但是我是不知道曾经没有看过 以前咱在那种游乐场 游乐场有过 以前那种镜片还是那种红蓝镜片 但我记得我小时候 也不是小时候吧 就是曾经坐那种过山车之类的 就进了山洞里边 然后会出现各种怪物吓你那种 我记得那个好像没戴眼镜吧 戴着吗 我还真不太记得 你说那是鬼屋吧 不是鬼屋 就是它是影像的东西 然后你能感觉是立体的 你看是4D吗 4D电影 我那其实也是属于游乐场那种性质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玩过这个项目 对 然后Rivit努力献冲英说 国产保护乐吧 没啥特别期待的 冲着长泽压美去看了明知不咋样的太平伦 长泽真的是活在回忆里的大酱油 还是等着看一部之遥 希望这是这个乐里最好的片子 不过说实话 看剧照似乎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对 其实也是当时 就是这个原因 让我减少了一点期望度 对 就是因为还是看不大明白这个片子到底是一个什么鬼 感觉是一个特别华丽的视觉风格 对 但是又跟太阳是绝对不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就让我觉得 因为江文曾经的作品没有这么外在的华丽的东西 所以让我打上一个特别大的问号 突然想起鬼子来了 大哥大嫂过年好 对 然后 他这个是PWN 然后则哭马说 顾长尾疯了 其实他这非常简短 我可以不念 一般就只有一句话的 我都不念了 但是顾长尾疯了还行 可能他也是觉得 就突然一个大转型 对 有点惊吓吧 对 可能心里有点没底 嗯 不是我不明白世界变化快 对 致敬老崔 嗯 顾长尾现在是华谊的 博师 就是以前 陈国富那个位置 现在他去当那个华谊了 算是 古文了 嗯 艺术古文 应该算是最大的 瓦尔之类的 这个 算是对 以后华语片 好像他都要做监制 对 所以就 刚听说的时候 我还觉得就有点 就有点奇怪 因为顾长尾不是一个商业片导演 对 嗯 所以说 他也真的是熬猪头了 因为曾经都是给大导演 当摄影师嘛 对 然后连续拍了一些片子 呃 就还都是文艺片 票房也不是很好 这回这个片子应该票房 还是应该不错吧 我我我感觉 嗯 可能会吧 可能吧 嗯 但我觉得应该也没有 秩序微虎山和 他不是那什么 一不知遥好吧 票房 对 但是也不一样 因为他同等期的片子 很少跟他同一个类型的 好像爱情喜剧就是弥补 嗯 不好说 这也不好说 对不好说 然后 Edison of Mike 说 最期待当然是姜文的一步之遥 许老怪的秩序 微虎山也会进影院 毕竟导演和演员在那摆着 多少都有保证 最炸舌的就是顾长卫了 没看之前不评价 但是从电视题材到电视名字 再到演员 总给我一种很 怎么说 一种视频网站自制电影的感觉 我相信你们懂那种感觉 对我懂 顾长卫之前还真是拍了几个 就是微电影 然后也是拍了 还是就是提携了一些微电影 参与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他这回拍这个题材 让大家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但是他说到了一个选角的问题 就我觉得一个好导演 在选角上 这点上是非常有这个能力的 因为基本上咱们可以看到 很多好导演 就是首先他有一个固定的演员 就做一个搭档 就是经常会出现的 要不然就是说 他能挖掘一个演员身上 非常好的那一面 就是咱们可能感觉不到 他还能演出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最有视觉表现力 或者说是最让人有感觉的 就是昆丁带领的那帮人 你看其实昆丁 他真正合作最多的是 赛秒杰克逊 然后之后你看这个八恶人 他还会参与一些其他 咱们曾经想象不到 会和昆丁合作的这些演员 所以说昆丁就是 也可以说挖掘了很多演员 帮助他们在荧幕上 展现了很多奇怪的性格 还有很有魅力的形象 所以说我觉得在选角上 就是开发一些演员的潜能上 导演做的真的是不错 好导演做的非常不错 你说到昆丁的时候 我也想到了咱们中国的杜琪峰和徐克 你看古天乐在跟杜琪峰演 就是古天乐也算是杜琪峰的 绝对算是他的顾名班底了 在此之前古天乐好像没有 绝对没有这个地位 对 对 而且杜琪峰 其实他的用人啊 就是用的还特别好 你比如说刘德华 那他就是去演商业片这种 要赚票房的 但是你看其他的人 比如说刘金云啊什么的这些 那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 然后徐克其实也这样 他也发掘出了 之前咱们说过他特别会拍女人嘛 他也发掘出了林青霞啊 佐啊 这些女演员 还有李年杰 对对对 包括男演员的个人魅力 然后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现在天天在宣传武则天 就是范爷那武则天 就我特别莫名其妙的有一点感觉 就是为什么咱们现在的古装大戏啊 这种历史大戏都是 就是你还没看片子我不敢说 但是你看这些海报剧照什么的 能感觉出来是有一种偶像化 就选的这些角 还有他们这个妆容服饰 都是显得特别偶像的气质 没有那种历史的感觉 这样看抬皮公主的时候就没有这感觉 还是年代不一样 就可能真的是现在人的品位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看走向共和 没有这么华丽的视觉表现 但是那个片子拍的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双眼皮的傻慢说 太平伦没上手估计三亿 现在感觉差不多 棒子片顶多五千万 鬼岛姜文十一起 徐克的应该七亿上下 早更应该两亿多 危爱吗 借着跑南风能过亿 匆匆那年不过三亿 星爷的功夫应该能过亿 毕竟看了好多遍了 总的来说就看姜文和徐克的了 感觉一部要登顶 今年榜首 其实这个功夫其实我觉得 还有可能过不了一 我觉得也够强 因为功夫确实 在周星驰的作品里面 被提及的不是很多 我个人认为是算 周星驰作品里面被忽视的一部 但是这部片子真的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是特别好的一部片子 其他的还真的是 可以期待一下 就其他电视 他说的那些票房 功夫了票房 因为他是跟那个 志求优伏山同天上 他前边还有一部之遥 一部之遥也是三迪 志求优伏山也是三迪 对 所以对院线经理来说 他排片的时候 他肯定不会给太多的场次 给一个老片 对 因为他到年底 他影院经理 他是有那个业务指标了 他必须年纪 得把票房冲上去 对 但是可以想象到的 就是一部之遥 应该成绩会非常好 对 因为上一部你看 让子丹飞 那票房就非常好 年度 当时创华语的冠军 六点多 将近七八亿 对 然后现在是 12月1号到12月7号 的那一票房已经出来了 单周的说是 匆匆那年达到了 两亿两千八百万 然后太平伦是达到了 一亿一千一百万 撒娇是一亿六千九百万 还有一些目前还没有出来成绩 所以他刚才不是说 匆匆上不了一吗 是吧 他是这么说的吗 不过三亿他说 我还以为他说不到一 这个完全又到了 好 然后VFFV掏吃贴文 哇塞 那字可真够难念的 昨天刚看了太平伦 说真的 本来期望挺高的 但是最后也只能感叹 吴亦森老了 虽然战争产面 确实蛮拼的 但是故事流畅感略弱 并且镜头运动的方式 也稍显成就 演员不做过多评价 至少宋慧桥的中文口型 还是能证明 是一挺认真的女神 那在太平两个字前面 飞起的鸽子 才让我相信看的是舞蹈的片子 其实我是之前看了一篇文章 是蔡康永写的 他写了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是在这个片子 就是同这时期写的 还是在之前他有写的 这个文章叫做 我家的船太平伦 其实就是挖掘了一下 这个太平伦这个船啊 对于台湾人 他们心目中是有极高的地位的 在那篇文章里边写的 就是当年也算是当年的一个经历 关于太平伦 他的一个背景 还有一个 因为这个船其实是属于 蔡康永 他父亲 就是手里公司打造的一艘船 这船是他家的 对他家的嘛 对 然后遭遇了很多很多的 这些历史的变革 所以说这艘船 也是承载着很多台湾人的 一个记忆 因为很多人当年是坐着这个船 要逃到 保岛台湾嘛 然后中间出了事故 然后也是非常的 有轰动的一个事情 但是在那个年代 社会是非常动荡的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就被 埋没下去了 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直到四十多年 还是六十多年 大家才开始 就是纪念一下 曾经这些死去的人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背后的事情 还是真是 非常有年代感和历史感 对 只不过这个戏 尤其是上嘛 我听人说 我还没看啊 上是没有把这个年代 还有就是 传沉默的时候的 那些悲剧什么 都拍出来 所以说可能觉得 首先是大家的这个期望 肯定就不一样了 就没达到 对 所以很多人给了很多差评 嗯 然后郭郭小同学说 我也是期待一部之遥 姜文的《让死咱飞》 我就看过很多遍 希望这次更精彩 智取《微虎山》 总觉得有点怪 总担心里面的插曲 会是京剧吗 会有什么 天王盖地虎之类的吗 会让父母们 回忆起青春时代吗 还是等出了评论 看看大家的反应再说吧 智取《微虎山》 怎么会出现京剧的 那就是样板戏吗 但是我看那个剧照啊 就有一张剧照 那个脸上打得红扑扑的 还真是挺有那个 当年样板戏的那感觉 所以形式感好像还挺强的 而且天王盖地虎 这句台词 好像之前预告片里有 对 天王盖地虎 是曾经我们有台 入群的暗号 就照常不握 对对对 我发现最近电影 不过来QQ群 有很多 就是可能是网友吧 就选电影的人想加Q群 然后他们不知道 电影不聊的slogan 然后就所有人都说的是 天王盖地虎 宝塔正合腰 所以说我们要再说一下 我们的入群暗号是 电影有得了 不是这两句都有是吗 只要表明就行了 你打金刚血也行 反正知道是听友就行 然后ZCBS说 一部之谣最期待 智取维虎山看了预告片 就兴趣减了一大半 我怎么看了 一部之谣的预告片之后 兴趣减少了 看了智取维虎山 也没变多 但是也没有减少 那就说明你还是比较平常心嘛 对 对吧 因为你不是期待海战吗 我不是 海战不明亮吗 明亮海战 明亮 你上去讲我说的 不是 但现在我说的是 智取维虎山和一部之谣啊 对啊 我知道就是说你这两部片子平常心比较期待明亮海战吗 怎么了 没有没有 那相对来说肯定更期待那这两部片子 不知道棒吗 比较期待什么片子 棒吗好像第一次看明亮睡着了 当时在韩国 他太困了 去参加那个福山电视节的时候看的 那棒吗肯定还会再大陆看一遍 但他后来又看了两三遍 反正棒吗是绝对海影迷一步步都要看的 对 然后MX冲撞说 最近看了一步之遥的海报 看到姜文各种颠覆性的形象 一下子兴奋的不行 突然联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 同样收华高调的背景 色彩也极其浓艳 想必这是符合音乐剧的派头 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接受采访时 他表示自己的电影一定要带进 这股劲不仅是为了吸引观众 也是自己作为导演的竭尽追求 那他想到盖茨比有没有想到小时代呢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说 美国的那个盖茨比就是属于美国的小时代 盖茨比里面的小李子好像还可以 不是那么用力吧 我记得 对对对 那个角色还不错 好像还可以 今天刚刚没看 没有 因为一被大家这么喜欢 我还真是不太想看 关键是我没有看过那小说 你知道吗 因为今年看的片子真的是有点少 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老片 看了很多很老很老的电影 其实看老片挺好的 上映哪有那么多值得看的 然后坐在窗前吹风的耗子 耗子还行 期待姜文的一部之谣 花花绿绿的剧照 舞厅的大灯泡 很有姜的风格 希望这次一样精彩 我听了大灯泡 大家真的都是对姜文特别爱 都是真爱 这就跟洗脑了一样 邪教一样 也应该会出现一个 终于出现一个教吧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主要是姜文跟别人不一样的是 他没有烂片 对他没有烂片 没说过手 但是姜文最近拍戏越来越多 不是导演越来越多 然后演戏好像变少了 我真是特别想再看看姜文 在大一幕上演戏 对因为曾经 其实大家对姜文最大的印象 还是演员 对 因为他最早跟谢进拍 那个福龙镇啊什么的 还有他最早的那个 本明年什么的 对吧 他一直都是那种非常 接地气 接地气的那种形象 然后一直都是属于 北方的这种爷们汉子 所以也是很多人都非常痴迷他 这也是他个人的魅力 姜文最近演了 应该他最近出演的电影 应该是关云城 就卖妆 对 卖了灰妆 妆文强那种 也是烂片演曹涛 对 跟那个谁吗 蒸子弹吗 老鸡吗 你们看过姜文演的李莲英吗 其实那个片子里边 姜文演的李莲英 就直接用他那个唐山画 就河北画演绎的 而且演的李莲英就是 不像大家在电视剧上 看的那种太监 细声细气的那种嗓音 就已经有那种 你知道姜文说话 就是那种 不是那种声音 特别酷 就跟人不一样的 一个太监形象吧 那个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路人甲活得要激情说 周末还是会先去看 撒娇女人吧 最早周迅的印象 还是像物相与 又像风里 傻傻的可爱丫头 喜欢修表的陈坤 龙门飞甲里 看见赵怀安和 肃慧荣的时候 那句淡淡的 我只是厌倦了 这片江湖 简直是跟着 他的心一起碎 可能还会去看一下 徐克和姜文吧 星际的功夫 长江七号 西游 特效 都是中国一流 但是三D就算了吧 但是你不想看那个 就是弹琴的时候 那段我估计 三D效果应该还不妥 对对对 那段他也帅 那俩瞎子 还有他最后 那个提砖块那的 那块应该做成三D 应该有出没的效果 他刚才说到了 陈坤是吧 对 坤哥 对 这个坤哥好像好久 没有出现大萤幕上 对 好像一直是那个 行走的力量的事 现在一直在搞公益活动 是吧 宣传正能量 今天是钟奎祥 对对对 钟奎 而彤哥现在发型也变了 钟奎那装画的 真是有点 就一眼就都看出来 就是挺强硬的那种感觉 一下就看出来了 就不是特别 就是你觉得比较舒服的那种感觉吧 比较硬那种 他提到像物像雨 又像风 当年我还看这部第二剧 我也是 我也是 鸡哥你肯定没看 你说看我爱我家呢 我爱我家比那早多了 早多了 早早 你看没看 我没看过 当时那个 我印象特别深 周迅的书两个大辫子 对对 特别可爱 特别青春 我对这个大陆的电视剧 最爱看的这种题材 一个就是 讲出老百姓 自己生活的这种题材 听嘴张大民 对 家里有棵树 对 像这种吧 就是特别有意思 比较接近咱们老百姓的这种 但是以前这种类型的电视剧 对 跟现在的还真不一样 现在就已经也是烂了 对 现在你拍不出那种 编不出那么幽默的画了什么的 对 现在你看一个比较幽默的 可能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网络 对 就这些段子啊 对 比如说春晚里边也都是弥漫的 这个网络的段子 挺无聊的 很多电视里不也是吗 现在那种家庭伦理那种电视剧 就全是我感觉都是耍贫嘴 对 要不然就是这个 把这个矛盾过分的 激大放大 对 你看那个李小冉和王志文演的 叫什么来着 大丈夫 还有那个高原演 那个我想接 我们结婚吧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离婚律师 对 全都是关于婚姻呀 或者是不可能谈成的恋爱 年龄差距被反对的这种 对 他没有拍出一个特别符合 就是这个时代的今生面貌 对 就是大众的 百姓的一个面貌 但是你看90年代 比如说这个 王志文 不是王志文 江文演的 《北京人在纽约》 那就是当年的那个面貌 赶上刘洋船 刘洋的那块的面貌 然后还有 还有这个评论张大民的 幸福生活这些 还有当然这个 《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那真的是 就是聚集了一批 这帮非常非常牛的作家 还有携手什么的 这真的是不一样 《我爱我家》的病毒太深了 我原来有一同事 电影网的同事 他就是每隔可能三个月 就会重新看遍《我爱我家》 但是《我爱我家》特别长嘛 就看的过程巨长 他就看了多少遍了 而且《我爱我家》 是属于在那个年代 是非常时髦的一个拍摄方法 那是中国第一次 引进了国外的那种方式 那种肥皂剧啊 情景剧是吗 对对对 室内情景剧嘛 那是第一部 咱们中国第一部 然后最近还挺火的 就是青年医生啊 赵宝刚那个 然后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后来是上北大读的医学院 然后好像 因为他们医学院挺长的时间 是六年吧 然后刚毕业 然后我那天看他发了一朋友圈 就是他看完之后 跟他所有做医生的朋友交流一下 觉得特别难过 因为里面就是完全是 白理金理的生活 然后更不是他们医生的生活 其实他们特别苦逼 还经常被揍什么的 对不是那样 我有个朋友也跟我说 就是说在青年医生里边演的医生 跟现实里边的医生完全不一样 就是应该是 我想象中可能一演医生就要提这个医患关系嘛 但是那片子里边可能没有是吧 肯定还是爱情故事之类的 对 北京爱情故事就是 陈思诚简直是 陈思诚真是 好他说现在下一个留言 郁姐姐姐姐姐 Jazz说 看了网评 基本不期待太平伦了 吴宇森那一套真的过去了感觉 聪聪那年和《微爱》什么的 完全不期待 最期待的就是《一不之遥》和《明凉海战》了 今年如果有一部片子 可以刷新变色的记录 一定就是《一不之遥》 江门岛的《美部电影》我都喜欢 还期待崔敏植大叔 崔敏植大叔值得期待 看来咱们的听友 其实对于贩卖亲生回忆的这些题材 好像不太感冒了已经 所以说咱们的听友 都不是那种去电影院 不知道看什么的观众 而是影迷 还很多是资深影迷 这点我们特别高兴 有自己的判断力 然后我记得 就是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就是郁达夫 郁达夫的散文 我就突然没事干了 在那个咖啡馆 先拿了一本书 然后就翻了两样 里边有一个文章叫 北京的四季 然后里边他写到的 北京的冬天 其实描写了很多 我小时候看到的一些 就是对于冬天的一些记忆 然后就真是勾起过 很多很多这种情绪 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种贩卖回忆的东西 真的特别好使 所以大家现在都产生抗体了 我觉得还真是挺了不起的 但是你说的那个 其中他描写的 在窗户上的冰花这个 现在还是有能看到吧 安和你家能看到吗 已经看不到 很少了 它关键是有一点 我觉得是很少 或少能看到 其实有人在那个玻璃上 能看到起那个霜啊什么的 其实还可以看到 因为早上坐公车还会看到 但是现在基本上看不着 那霜化了之后往下流水 你在窗户上 对 小时候经常能看见那窗户 哇就往下流 因为那霜化了嘛 就那个回忆一下 就给我带到 就是小学 因为我记得小学 特别小的时候 比如说三年级之前吧 那个教室里边 没有暖气 都是生的那个火 就走的烟筒 烧的那个煤炭什么的 那样的去让保持一个温度 然后所以呢 你可以明显的去看着 那个玻璃上 那个冰霜啊 然后慢慢的变化 然后那水就流下来 哇塞 小时候那回忆 对 我们那时候上小学也是 教室里边 冬天教室里边放一煤炉 对 对 对 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勾起 你一些回忆 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学生穿那种 自家做的那种大棉袄 哇塞 你说起自己家做的那个 当时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回忆 就是小学 我们不是老只跑咋闹吗 然后我是田径队的 跑得挺快的 然后我就跟我们班男同学 只跑咋闹 他就爬到那个垒幕上 我一着急就瞪了 他裤了一下 结果他那个红配绿的毛裤 就可能自己支着 家里支着就漏出来了 然后他特别生气 告诉老师 老师说我耍流氓 让我在那个教师办公室站着 然后所有同学路过的时候 都会看到我 然后嘲笑我 那还好 没有说有那个同学 手特别欠的 看见一个毛骨的线头 然后通过那一根线头 转转转转转 把整个毛骨拆了 所以我就说嘛 就是这种贩卖回忆的东西 真的是特别好使 对吧 但是大家就是 还是对这个东西 能产生抗体 我觉得首先是 咱们这个东西 真的是拍的越来越差 然后咱们的听友 也是真的是越来越棒 是吧 对 哭霞说 挺感兴趣 微爱的 期待孤长魏 能够拍出观点 还会看一步之遥 但是不抱太大希望 还有兴趣看看明凉海战 徐克当然也会支持 有人说从一告片上看 有点戏剧的感觉 不过正好有看 略带舞台感的电影的系号 身边有朋友说 徐克的电影 已经没有了霞的概念 不过有那么多 碧人一般的扮相 和水灵的长潮服装 依旧花吃到不行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 唯一一个 期待为爱的朋友 就是期待 顾长魏能够拍出 自己的观点 其实跟咱们节目中 金刚说的差不多 但是你后来 但是你后来好像补了一句 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爱情喜剧 是吗 对 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如果这次 顾长魏就是拍的不错 我可能就以后是顾长魏的影迷了 你之前不是是吗 就是李春什么那些 不是啊 之前是喜欢 但还达不到影迷 还谈不上 对不对 就是你觉得他 可能对他的定位 还是一个摄影师的角度 是不是 我觉得他转型 其实转的还算不错 对 李春也是在国际上拿了大奖 对 就是说 因为像他们那一代的导演 如果拍这种现代戏 基本上都失手了 那个陈凯歌的那个搜索 还算不错 那没看过 我看过 那顾长魏这次 如果就是说拍出那种现代感 就拍出有那种质感的话 我应该会成为他有名了 其实这样 因为就是曾经就特别 有荣幸吧 然后跟顾长魏不是见过一次吗 然后就聊过一次 因为他那个最爱 然后 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很多其他的导演 反正我就说一说 我对顾长魏的接触 然后有一些感觉 因为当时 他拍最爱的时候 就叫了一些人过去 提前看这个片子 然后给他提一些意见 然后帮他去选定一个最后的结局 因为他当时 不是帮他选定 他说就是 听听意见吧 但不一定会采用 对对对 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当时坐着聊天 就是氛围特别好 能感觉出来 顾长魏其实是非常听得进去 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和态度的 然后他会对于你 抛出的一些问题 还有对于影片的一些看法 他都很好地去接受 然后而且还跟你去聊一聊 所以我觉得 你会聊其他的导演 各种影人 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与时代脱节 对 而且他还问了我们 你们喜欢哪个导演 国内的和国外的 各说一个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相对于其他的 你像张艺谋他们拍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吧 我感觉 他个人感觉 因为老毛子真的是 我觉得他很难去拍 符合现代大众 年轻人看的东西 他很难拍得出来了 他已经 我感觉已经过了巅峰期了 已经不行 邵斌先生说 只看一步之遥 其他的好像都不太行 新雷娘子传说 一步之遥吧 希望姜文别越拍越烂 因为这两条基本差不多 都是关于一步之遥 我就一起念了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人 开始担心姜文 就是他是走下坡路啊 还是怎么着 还是说他 因为他的风格变了 怎么怎么着 但我觉得拍出烂片 对于他 他来说还是挺难的吧 对挺难 我觉得 现在甭管咋想 都别多想 去影院看完之后 什么都知道 对 看暗和是特别有信心 而是特别喜欢姜文的 因为我有朋友 就是之前已经看过一部之遥 就是我问他 他反正说是他目前 国内就是国产片 还是排第一 今年是吧 对对 今年国产片绝对是第一 邱和盘说 对于已经抱上孩子的我来说 现在去影院已经是奢望了 但如果能有点机会的话 我还是想去看看 《威虎山》和明良 作为徐克粉 虽然觉得老怪 近年的作品没有他以前的好 但他的作品还是很期待 明良口碑不错 但我极其听不管韩语 估计不在影院看 在电脑前根本看不下去 还有就是我不怎么一讲文 对一不知遥兴趣不大 近几年的喝碎党 都有搂钱的趋势 在这个全年除了保护月外 进口片最少的党期内 各种质量层次不齐的影片 多来搅和一下浑水摸鱼 让那些秋冬党的冲奖佳作 都没法成为中国观众的年夜饭 这是很可惜 其实全年除了保护月外 进口片最少的党期内 其实货币党也是有保护的 对对 所以说大家很难在这个年底年 第二第二年年初 就是春节党的时候 看到一些外国影片 包括霍比特人 也一直不能够全球同步上映 对 不是我说啊 就是说白了保护保护 其实咱们从这个电影的质量上来看 其实没多大意义 对 因为引进的那些国外的片子 不都是卖特效吗 也没什么意思 对 说白了你看多了就觉得没意思了 但是如果你是某一个系列的粉丝 那肯定意义不一样 但是咱们从这个大局去考虑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的 对 因为我之前就在咱们群里边看 不知道谁发了一个 就是台湾那边的12月 还是11月的电影的一个上映的列表 里边引进了很多很多 比较小众的电影 或者说比较有艺术价值的电影 跟咱们大陆引进的这种方向和政策 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那种才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 然后也是多元的 对于观众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每年 奥斯卡最佳影片 入围的十倍影片里边 对 有几部在大陆上过 有哪些没在大陆上过 即使在大陆上了 票房也极其惨淡 不是 我觉得基本上 奥斯卡会提名的那些片子在大陆上的 基本上也都是围绕在 要拿视效奖项的 对 你不是在说诺兰吗 但是国王的演讲就不是啊 但是我记得 没人看啊 对 我看的时候好像全场没几个人 国王的演讲 艺术家 还有平民阔罗百万富翁 这些都是 悲惨世界好一点 对 但是好多人睡着了 我悲惨世界特别有纪念意义 因为悲惨世界是我来北京 就是我去有院工作 看了第一部影片 当时看完就正常放映 居然观众鼓掌了 是吧 当时真的非常震惊 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我好像就太阳的时候遇到过 然后 真的假太阳会遇到吗 真的真的 当时悲惨世界 我是连续三天看了三遍 每一遍看了最后都哭 我看第一遍的时候 印象最深就是我旁边坐了俩女生 那俩女生就在电影放放之前 就是还是嘻嘻哈哈的 在那聊天 最后放完结束的时候 那两个女生就是 抱头都哭 什么都没说 已经哭了 我能感觉出来她俩已经哭了 而且她俩比我先鼓掌 我觉得这部影片真的拍的太棒 我还以为她俩抱头痛哭了 然后 程晓莫 Molly 秒变雅思狗说 我就想看一部之遥和明凉海战 因为其他的几部看着海报都能猜出剧情 什么烂片都拿出来骗钱 那些电影看了都觉得浪费时间 一部之遥是姜文的 而且之前喜儿也说了 最期待这部 是吗 这么久以来我也一直关注 现在终于要上映了 好激动啊 而且又能看到我葛大爷了 还有现在韩光电影越来越喜欢了 他们真的棒 其实 我是之前说过好像 不知道 反正都过去的事情 只是现在想说一个 因为她提到了葛大爷葛优 然后我就想起一个现象 因为最近的黄渤特别特别的火 然后黄渤被大家接受 也主要是因为他的喜剧方面的表演的才能 然后吸了那么多 50亿了票房 所以说葛大爷作为一个老牌的喜剧演员 对吧 和黄渤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么一个喜剧演员 就是你们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是觉得黄渤就是 从那个喜剧表演上 包括票房号召力上 可以成为葛优的接班人 那你更喜欢哪一个他俩 我个人的话就是 我现在来说的话更喜欢黄渤 因为黄渤毕竟是接地庆 就长得一脸屌丝一样 跟大众都距离不远 但是葛大爷 他在我的印象里还是一个演员 对 非常非常专业演员 对 他的喜剧就是很让人笑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演员 就是说代入感没那么强 那你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这怎么比啊 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新老交替的问题 不是交替 黄渤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收放自如的演员 就他其实不光在喜剧电影里面演得非常出色 像斗牛那样的电影 杀生 对杀生这类的 他都演得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但是他好像现在接片特别特别的频繁 其实大家认识到他的话 或者接受他还是因为他演的一系列的喜剧片子 其实我觉得这俩人 其实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你比如说黄渤他最早演的那个上车走吧 看过吗 最早的他就一口那个山东话 就特别特别妥 一个这个土老帽进城的故事 但是你看葛优呢 其实他最早扮演的那些形象 他也是非常非常接地气的 就是因为他扮演的非常接地气 所以让大家喜爱他 因为葛优其实也是感觉跟大家是一个没有距离的人 因为大家都听说过他的一些新闻们 说他这个人特别和蔼可亲 对 就是感觉特别好 亲和力特别好 所以说 我觉得在这方面来看的话 他俩还都是很有人缘 非常接地气的两个选手 但是我觉得 就是葛优慢慢慢慢的就转变了 尤其是跟这个 冯小刚 冯小刚我觉得还好 就是前期的 我是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他跟葛优搭上 不是 葛优和姜文搭上之后 葛优变了 葛优变得开始有一点 牙癖的感觉了 你看他现在扮演的这些角色 已经不是曾经的一个 这种小青年 就是北京的小青年这种感觉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地位的人 就在片子里 姜文的片子里 所以说他越来越变得 油腔滑掉了 他还有市井的那种气质 但是他已经脱离了 咱们曾经看到的 就是冯小刚片子里边的作用 没有完主的时候 对 所以说慢慢慢慢的 这两个人就变了 就是拉开很大很大的距离 黄伯现在是越来越屌丝了 就是你看他片里面的那些形象 所以也是唤起很多人的喜爱 不过葛大爷本人 我之前见过他一次 就葛大爷本人真是 还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对 而且葛又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点 去辅佐我的 就是我的观点 就是葛大爷从原来特别丑 变得现在越来越好看 这也能说明一个 葛大爷真的很帅 而且葛又个子挺高 对 你看他曾经的多丑 身材不错 而且长得还挺白 还好吧 我觉得之前就有点猥琐 跟黄伯那个头发发型也很乱 然后脏不拉击 葛东宝的时候的葛又多丑 那个地中海的还是 但是他挺干净的 现在是越来越帅了 以前主要挺瘦 不过葛又对于我来说 跟黄伯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在看葛又演比较严肃的角色的时候 就一点搞笑气氛都没有的那种角色 什么我 就有点出戏 活着什么 不是活着 就是夜宴那种 但是黄伯就完全不会 可能还是一个根深蒂固的 我觉得活着为什么葛又不会让人出戏 完全还是因为比较贴近这个大众 因为夜宴这个东西 可能也是因为我看过原著 夜宴这个片子 他本身就是搞了一套西方的那种 剧作的方式去演绎 然后拍的那么玄妙 然后葛大爷扮演的角色 也不是一个大众的形象 就是葛大爷在里边演的是皇上 就一脸严肃 就让人有种莫名的喜感 对 所以这个 葛大爷演这种形象 其实也是需要挑下的声姿 熟虑一下 对 中间还接了一部叫桃花月的烂片 对 外衣OMS说 只打算去看一眼一部之遥 实际行动回击广电总局 就是这么任性 贺岁党简直是火产烂片的狂欢 我还是滚回被窝看最近的深奥片吧 烂番茄上两天一夜 学徒夜行者口碑都还不错 金刚和喜尔看后改天可以作息这个 总归比吐槽贺岁强多了 贺岁党其实咱们也没这么吐槽 其实他刚才说的那些片子全在我这个清单里边呢 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没有看 是因为真的我没有找到资源 如果说他说的好几部都没有 有 都已经有了 两天一夜有高清了 然后夜行者前两天刚出来 可以就是抓紧时间看一看了 对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然后广电总局那个事儿 好像是应该不会耽误一不知遥的供应吧 对对 只是手印推迟 手印推迟 对因为他不是官方说了吗 就是手印推迟 供应时间不变吗 还有人说这是一不知遥的片方在炒作 对很多人在说 广电总局在炒作 这都不管他了 就是咱们到时候看电影就行了 电影为大 还是看电影 李嘉琳被人道了 说只是期待一部之遥和明连海战 但是淘宝上买了秩序灰虎山的票 松松那年看了点映 虽然像主角们那么大岁数的时候 我和朋友们只有魔兽世界 但是电影的粗质烂造 简直就像是自己的青春被人廉价的戏耍了一样 其他的贺岁党 以演员阵容的操行来看 也就是渣了 就又在 我觉得这位网友说 聪聪那年说的太对了 好多人其实都这么说 但是那天 阿活录完那些节目 在微信平台上 有一个人骂咱们傻逼来着 而且说的极其难听 也有可能不是针对阿何的 这番说法 也有可能是针对咱们 这都不好说 我觉得他应该是个粉丝 也有可能 他们反正就骂咱们的人经常说咱们太主观 但是我一直觉得咱们如果没有一点个人的态度和想法 那这节目做起来也没什么意义 大家为什么要听咱们说 我觉得还是因为可能大家的想法跟咱们还是比较认同的 那我们偏说小时太好 你们就高兴了吗 不可能对不对 那我们就成为粉丝平台了 对啊 那我们就开始就是屌打自己 屌打自己 我今天天天看那虎扑 经常有屌打 打铁什么的 特别有意思 白天的骆驼说 期待一不知遥和智取为虎山 徐克江文都是我男神 昭炎花一时说 一不知遥和明良吧 何岁岛居然没有喜阳阳和熊窦 我差评 今年怎么没有喜阳阳了 喜阳大调也好 他到六了吧 对去年喜阳阳因为票房不好 所以今年可能就停了 哇塞终于停了 刚才他说到这个徐克他男神 我突然想到一个我曾经看过的一个八卦 但是这个八卦的质量可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是这么说 就是说徐克 说有一个人是他在剧组去当群演了 然后就爆料 说当时他们是拍哪个戏 我具体给忘了 但是因为场面特别大嘛 像一般调动这些群众演员的时候 都是副导演的货 就是副导演过来 你去哪去站着 什么事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徐克是特别敬业的人 对于这个每一个群众演员 徐克都亲自 大家都知道场面会非常大的时候 就是那个 他们的那个监视器的那个地方 拍摄的地方和那个场景 就是群众演员站的地方是非常非常远的 导演其实没有必要专门走过来去检查一下 或者督查一下 但是徐克就是坚持一个人跑过来 还有每个人都要就是告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这些 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敬业 然后特别特别有气场 这么说的 对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行度真的是非常高 因为也是从各方面了解到徐克真的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导演 我还想起一百万 前两天我们那个时尚频道的同事跟我说 因为他之前是在一个纸媒 说这个他们以前的那个纸媒是一杂志还是报纸 我忘了 好像是一杂志吧 拍姜文 然后姜文进场之后 我不能说这是真的假的 因为毕竟我没经历过 说他进去之后把他们不会有好多棚吗 把所有棚的人挨个骂了一遍 然后他以前的同事直接哭了 姜文是拍戏的时候要求不特别高 特别演过 不但那是采访 采访本来姜文他对这个媒体一直是比较 反正就是没有特别好的颜色 因为我觉得 媒体确实也经常被一些愚蠢的 对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姜文真的是 你不能从一个商业导演或者是一个职业的角度去看待他 而应该是把他当作是一个艺术家的角度 是吧 你去这本地方去跟他聊天 有些东西你跟姜文偏要聊一加一等 等不等于二这种事情其实特别无聊 对于姜文来说 他不愿意做这些回答 你跟姜文聊票房 姜文绝对很反感 你要跟他聊电影 他说不定还会 因为我听很多导演都说过 还有是听什么人说过 就说大家跟导演去问导演票房 就阿和说的 问导演票房的事 然后是非常不尊重导演 对对 因为这都是制片人偏邦的事 对吧 然后段飞尼玛说 我比较期待明凉海战 希望能拍出中日千年第三次战争的灰红场面 和那个时代独有的气氛 展示两国当时最高的军事实力 千万别拍出手撕鬼子的狗血电影 金刚喜儿 欧巴桑说好的丧尸呢 先说一下丧尸这事 因为年底了 其实咱们节目每年年底和年初的时候 要做的固定的专题比较多 然后又加上咱们的嘉宾局长 就是咱们恐怖系列的嘉宾 最近他那个录音棚要扩建 然后不是扩建 要换场地 然后就扩大规模嘛 他也比较忙 然后说好的丧尸肯定会做的 但是年底其实有好多盘点类的策划 咱们可以做一下 所以丧尸可能要推迟一下 也跟大家说声抱歉 另外这个 这位朋友还是比较期待 两国交战的 就到后面 我记得有一条 就好像是说棒的电影 就不看之类之类的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理智 他是希望看到小日本银 还是棒的银 他说希望展示 两国当时最高的军事实力 然后我觉得千万别拍出 手撕鬼子这类的 这个肯定不用担心了 这肯定不会有 可以看看那个什么 甲午战争曾经的那老片 其实你有没有觉得 为什么现在人不去拍一拍 当年的北洋水师呢 那段故事多有意思 那段历史 太好看了 然后演一演李鸿章 是不是 多有意思 因为李鸿章这个人 太了不起了 适合拍一拍 而且那段故事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走向共和拍的 其实李鸿章就拍的挺不错 对对对 还有慈禧也都是非常好的 还有那个谁 袁世凯 大帅什么的 都是非常非常客观的 中立的 刘茉莉茉莉说 第一期待 当然是一不知遥 本人江大爷的脑残粉 加脑残粉 加脑残粉 12月18号上吧 正值考期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去影院看 其他的片子兴趣都不大 聪聪那年的小鹏同学 严不错 其他主演实在是太违和了 完全不像高中生 智取微虎山题材不感兴趣 而且我对徐克 为什么要取过这么雷人的名字 很是不解啊 我觉得这位观众可能 岁数比较小 他可能不太 没有去了解这个片子 是怎么回事 因为智取微虎山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因为这是样板戏 就是这个故事 所以说这不是说挂羊头 卖狗肉的东西 而是片子演的 就是智取微虎山 可能智取微虎山 对他的感觉 像天王带盖地虎一样 对 然后聪聪那年的小鹏同学 其实彭云艳演高中生 我觉得再过几年 他演不了了吧 可能 虽然他的演确实很不错 但我觉得现在 他身体发育太成熟了 然后细路好像也不是这个细路了 他现在细路其实挺窄的 因为他现在一直在 就是卖肉嘛 然后我觉得细路越来越窄了 不是说韩战他第二步 他要有很多的细分吗 那谁知道 反正就是他会不会过两年 变成一个胖子 如果不坚持减肥的话 那也不太可能 演员对于自己的身材 减肥他倒不用 他主要是减肌 对对 就是减肌 我说错了 因为很多练肌肉的松懈一下的话 立马要垮 然后变成一个巨可怕的胖子 对对对 原来我们那个田径都是教练 就是全国冠军特别健美 而且田径运动员的健美 跟练肌肉那种健美 线上之类的 是不一样的 那八块腹肌是极其的 就是精瘦 特别特别帅 结果他后来松懈了 变成了那个二百多斤的胖子 当时我下岔下不下去 他说你腿底也能钻山洞 直接就坐我身上 特别 但是就是你过于迷恋肌肉 其实也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 因为李小龙嘛 因为李小龙的那个肌肉 其实是被很多健身爱好者去研究的 因为他们都觉得李小龙肌肉简直太好了 就是他的体型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所以也有传闻说李小龙就是因为减肥 不是炼肌 所以就造成了他死亡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会摄入大量的那种激素之类的东西 但这种迷啊 我也不敢确信 但是李小龙当年的那个 就是体型真的是太好了 漫漫的日常说 聪聪那年是明天上映 我还以为双十二呢 很期待周末去看 从刚开始看九夜回的小说 到后来电视剧出来 虽然有点小失望 再到现在电影出来了会去看 但是感觉也是超越不了原著吧 喜欢聪聪那年 更多的还是喜欢九夜回的文字 没有看过 对 朋友是看过原著的是吧 我觉得这位朋友 如果对电视剧都不太满意的话 电视剧最好还是比较看 简直是场灾难 估计他已经看了 其实我感觉我自己好久没有看小说了 都看了几个短片的 李碧华的看了看 然后还看了看就是 推拿那些小说 其他的还真是没看了 然后最近比较期待的是那个狼图腾 因为我对于狼图腾的那个小说 还是挺感兴趣的 对我爸特喜欢 对 然后还看了狼图腾的 预告片 然后我觉得还挺震撼的 我像大学的时候看了好多小说 然后那会儿看 于华的兄弟的时候 一开始不是李光头 偷看女生屁股吗 对对对 偷看女的屁股 那段我笑 笑疯了都 李光头他爹看 偷看女人拉屎 然后掉毛坑死了 李光头也偷看 对他偷看 他爸淹死了 毛坑里 然后后来看到第二 就是他上下本嘛 对 后来我就开始狂哭了 是是 然后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前两天看了一新闻 就是一男的 偷看女的屁股 然后掉毛坑里 被屎淹死了 然后就跟李光头那个 他们那个故事 所以他就死了 对然后那个谁 杨子琼的哥哥 还是同夫一母的哥哥 还是同母一父 也是他是一个医院的医生 然后还挺是一个高级医生 好像 然后在那个厕所里 按摄像头 然后被逮捕了 那你们知道现在 有谁才能掉在厕所里 一眼怎么就作便器 知道吗 作便器 对 不知道吧 揭晓谜底 现在唯一一个 不是 当时这是你这期要猜的谜语 不是 不是 我突然想到的 就是 现在只有一个人会掉进 作便器里边被淹死 那就是小头爸爸 为什么 因为头小他可以钻到 那个 那个孔里边 被水淹死 对 轻轻语客说 我比较在意明良为什么调档 让我对这片子彻底失去了兴趣 其实我觉得一部电影 调档 应该不至于让你对于 本来你非常想看的一部电影 失去兴趣吧 对 但当年江哥是 你平时下应我 其实有点 就后来没去电影院看 对 可能他就是 其实还是不是太想看这个片 我觉得也是 只是想知道一下 为什么调档 但是这个事情 我确实没有了解 我也不能给你答案 到时候可以帮你查一查吧 嗯 扣布昆 扣布昆说 对国内青春片已经泛滥 表示无语 嗯 我们也很无语 嗯 我们很无语 做人最怕 忠人之姿说 一步之遥能上映 可想而知 也是上映个删减版吧 嗯 其实我觉得 没必要老去纠结 他到底删减了多少啊 删减在哪了呀 比如说推拿 有很多人说 把特别重要的戏份删减了 其实也不一定 就是电影在 碰到广电总局审查 然后出现问题 要改党的 或不是改党 就是要推迟上映啊 就包括欲不知道 其实也没推迟上映 有很多人就开始 狂骂广电总局 然后包括 很多电影是不能上映的 也有很多人 狂骂广电总局 嗯 其实作为 呃 中国的导演 这都是算是 他们的一个技能了吧 就是 就是规避 这个 删减的一些风险 我觉得这是作为 大陆导演 最基本的一个技能 对 啊 夜鸟说 明良就算了 不是很期待 这种红洋大棒的 高贵民族 抗击大日本帝国的 主旋律电影 摆明在中国上映 就是炫耀加捞钱的 广电总局 怎么会通过呢 广电的心思 你别猜 别猜 别猜 智取威虎山 太平伦 一步之遥 倒是很期待 阿克 小江 森森 私逼在即 作为小语迷 我还是决定乖乖买 三张票去 表表支持国产的决心了 阿克 小江 森森 可还行 森森是五语森嘛 对 小江是姜文 阿克是徐克 阿克 我好只听说过 徐克和徐老贵的叫法 然后好像他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特别生气明亮在国内上映的朋友 那其实也不至于 因为人家韩国电影确实发展的特别特别好 对 尤其人家的类型片各种类型片拍的真的是特别好 对 可以给大家推荐了一两部 我推荐的就肯定是黄海啊 因为我看黄海真的是特别好 不亚于那些 追击者 嗯 好 大自然也是地呱呱 我呀可能得跑个题 不知道你们录的是12位新片专题 还是贺岁片专题 我比较期待的是明年1月8号的一代宗师 今年上映的时候没赶上电影院的供应 所以明年一定要补上 貌似还有武术冠军张震被剪的打戏 而且又是3D还是比较期待的 只是排片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这个贺岁和12月 这个阿何可以给大家稍微的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贺岁党是应该是到1月份 从11月底到1月份 嗯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从西游降魔开始 就是国内又出现了一个春节党 嗯 原来我记得11月底到3月份都算合飞党 然后后来就划分的比较细了 以前是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概念稍微有一些改变吧 但是其实他也没有引导到底哪个是对的 对 所以说 其实他叫党 他叫什么党什么党 就是说 这个时间内就是票房会爆 在这个时间内上了票 就是票房会比其他时间会好 对对对 所以春节党就是从这开始 又由于春节党 对 所以我们本期说的贺岁党 其实也就是在说12月的片子 然后1月的片子 咱们1月再去提前的去做一下 诺布雷佛先生说 苦等四年之后 终于又能看江岛的作品了 对他的造神运动能否延续 太平伦看着海报什么的还不错 质量据说一般 顾长卫选上陈赫是因为陈凯歌吗 看来大家都知道陈赫跟陈凯歌的关系 对 看来我没有说错嘛 对对 Chris乐说 不是只有一部电影一部之遥吗 没别的没别的 当然其实其他的这几部 不一定说多好多坏 我觉得还是得看了之后 才能下定论 对对 你可以说你期待或不期待 或者你预估它好或不好 但是直接说没别的 他的意思其实就想表达一下 他特别选姜文 也很像可以理解 然后Lee Trucho说 最期待的肯定是一部之遥 但是对于3D效果 不敢抱有太大的预期 爱情片什么的 看了也就涂一乐呵 别太当真 今天看了太平伦 感觉教主演技有进步 最感人的沙马那段 我竟然掉了两滴泪 恍惚间看到了战马的影子 好激动 第一次留言 二群的朋友们向主播问好 么么哒 你是二群的朋友 黄教主的演技有进步吗 怎么说呢 其实也看不出来是吧 对 看不出来有什么进步 只能说有一段 不让观众出戏就算不错 我觉得他说太平伦 就是沙马那段 说了还是挺对 那段黄教主 亲手杀 杀死就是陪自己 出生入死的战马的时候 那段教主确实 演得真不错 那说明还是有一点长进吗 从某种角度上来 某个瞬间教主是有演技 其实我觉得教主没有那么差 就碰到对的戏录 是完全可以驾驭的 对 各种控的韦韦说 期待明良 看看人家的主旋律大片 是怎么样的 然后开始吐槽 咱们自己的主旋律片 其实我也想看看 为什么韩国的主旋律电影 能让至少三分之一的 韩国观众买票去看 但是咱们的 就我也不想吐槽咱们的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 人家的主旋律大片 为什么能这么有票房号召力 对 到底好在哪 看看再说呗 其实之前香港的那个韩战 也算是一主旋律 对对对 他其实也算一主旋律 自在迷之BGM 那而须说 对于现在基本不轻易 看国产片的人 喝碎党奇迹 简直就是挺糟糕的 期待的只剩一步之遥了 明连海战 估计也会看 太行伦 听说不怎么样 不看了 而且也不喜欢 电影分上下 这么多评论 喜而要一条条读 真是辛苦了 对 其实大家可能能听到 我今天的鼻音 比之前更重一些 因为一直有鼻炎 但现在最近以前感冒了 之前也可能有一些咳嗽 没忍住 因为今天的空气 实在是太差了 对 最近好多人都生病了 不是发烧就是感冒 我们是周二晚上录的 就是大家周三听的时候 回想一下周二的天气 非常非常的恐怖 今天天气 马叔道长说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不知遥 我总觉得不喜欢 相比这样之前的太阳子弹 比起来总感觉吐气很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把葛佑和舒淇放一块 有点垃圾观影感受 期待能够像子弹里面 一秒漏点 一秒漏点 还行 那姑娘都有F招备了 G E 那应该到不了 其实我当时 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 还真没注意到那场戏 然后后边听大家说 然后还发出好多动图 我才看了 我当时看到了一团白肉 然后 真的是豪伦 那一瞬间好像只有留点一秒 一团白肉 然后感觉什么掉下来了 其实是凶 他觉得从一步之遥开始 不是特别喜欢 可能也是跟之前电影 整体有些区别吧 对 但是他说 一步之遥看起来土气 我倒觉得 不土 我倒觉得从来没有这么阳气过 江文 江文最土的还是鬼子来了 对对对 GREGORY说 看见顾长卫的青春爱情片 直接醉了 先别急 看了再醉 看了再醉 其实听了很多很多 其实大家的这个观点 基本上都 差不多都说出来了吧 就这么几类 一个是对于顾长卫 感到一些 奇怪吧 然后还有就是 期待医务之遥 然后或者还有徐克 然后还有就是 匆匆那年不好 期待明良也不少 对 比我想象的多 然后黄哲说 这期话题是贺岁片吗 一直以来以为中国贺岁 应该是春节时期上映才对 不过现在貌似圣诞等 节日也在中国大星期祈祷 中国贺岁片实在是离开中国太久 所以远离了中国影视文化 这些列出的贺岁片 我竟然一个都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说说 美国这边的贺岁片文化 那你说说 那是说了吗 没有 期待的下次 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正好 我们在外国的亲戚 就是比自己大的 倒是有 大不少的有 但是像咱们同年龄的 会去电视园看电影的 然后呢 还能看懂的 就特别少 尤其是像爸 我能去韩国 这也没有问题 但是去美国 这种说英语的国家 就不太行了 所以还是希望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同时期吧 算是可能咱们大陆会引进的 这些大片里边 我最期待的就是霍比特人了 因为看到他们屠龙 我就非常的激动 比那个复仇者联盟 然后各种大战 傲创什么的 让我爽太多了 那肯定的 因为那个会有一种 我玩ARPG的感觉 因为我当时特喜欢玩龙腾实际 我就杀龙 可能让我看到了 这帮非常好的士笑 有屠龙 我那太爽了 然后看见所有的那些老演员 全部回归 我猜 你这什么感觉 对 当时我看了一个 好像是揭秘帖之类的 幕后帖吧 说他们这几个主要演员 好像有九个人 一起去做了一个 就拍指导网的时候 刚拍完吧 就做了一个纹身纪念 这一段难忘 一辈的难忘的时光 真是 很羡慕人家 不是做纹身这事 就是说大家一起去纪念 闻了一个火 火逼特 然后 威延 ONSA说 对太平伦本来很感兴趣 不过似乎评论都是差评 不过查了资料 发现太平伦老板是彩虹 有他爸爸这件事 还是觉得挺有趣的 据说下部才是精脆 所以为了下部 还是要把上部给看了 希望铺垫不要太拖沓 其实我也看了 刚才他说的那个文章 我蔡康永写的文章 刚才我也说到了 那个文章呢 我是看了之后 我觉得 真的写的文章 文字方面写得真好 蔡康永真是会写文字 然后也让我 对于蔡康永 又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因为我曾经 对于蔡康永的认识 无非知道 他是学电影的 但是我看过 他一部电影吧 他当编剧的 叫做阿英 那个是王赌贤演的 那个片子非常非常的另类 剧情上非常的弱 所以也看不出来 蔡康永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 那部电影里边 是不是还有高级 具体的忘了 我只记得 祖 因为我特喜欢的 然后之后 对于蔡康永的认识 就完全是康熙来了 就是一个主持人 好像可能是 非常会说话的人 比较会说话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 蔡康永 他有这么些的经历 然后可以跨越到 很多关于历史的东西 然后还有咱们 曾经的社会的一个变革 虽然说他没有 直接的接触到那段事情 但是他从他的父亲上 家里的背景上 可以去了解很多那些东西 然后他也和很多很多 那个年代知名的作家呀 编剧 比如白先勇啊 什么这些 他都有接触 所以让我看到 蔡康永不同的一面 然后 可以推荐给大家 把名字给大家 大家去看一下 就我家的船太平轮 大家可以搜一下 那个文章 然后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做一个人吧 他能有这些经历 我都觉得 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 对于这个人 之后的成长 还有他的价值观 还有他这个人的 这个谈吐啊 谈资啊 趣味度啊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 值得挖掘的这个人 所以从此我对 因为那一篇文章 从此让我对 蔡康永有一些转变 不是 看起来是一个 穿衣服很怪的一个主持人吗 可能也是你了解比较晚 我觉得一直是这样的 蔡康永 蔡康永一直是一个公认的才子 对 因为我确实对于 这些比较 就尤其台湾的这些娱乐圈啊 这些明星啊 流行的这些 节目什么的 我其实我是不太感冒的 然后没有花去 花很大心思去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呀 然后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关注的比较少 李敖说过 之前说过 就是说 像蔡康永这么一个 有才华的人 居然去主持 康熙来了这样的节目 就是觉得 不负责 我看过他 对对对 他是在浪费自己 感觉 但是我 特别踏远 好 那么咱们微博微信 两个平台的留言 基本上就念到这里吧 因为太多了 然后我基本上是 都念了 有些是太简短 或者是重复的 我就没念 大部分都念了 因为咱们整期节目 都做这个特别节目 对 也是尊重大家 辛苦的敲字 然后到了节目的尾声 可以给大家出你的 弱智谜语了 金刚 这个谜语 是我今天突然想到的 我还没有试验过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大家可以猜一下 谜题 就是哪场战争 越打越激烈 然后这个很好猜啊 反正大家 对于这场战争 都非常非常熟悉 就跟真实的 意识上发过的战争 是有过的是吧 对 但是你的角度 可能不要 真的去想战争的角度 去想啊 是从一个 比较歪的角度 然后呢 这只是一个条卡 明白明白 我们都明白 中国女演员哪个最累 或者是梅婷 我是想最后再补一句 因为这是关于到战争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所以说 这只是一个迷远的 只是一个开玩笑 大家不要 就是心而上的 然后去说说我这个 对 而且不是拿战争 开玩笑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对 好 那么这期特别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 下期特别节目 不知道什么时候做 就碰到合适的主题 我们还会继续做特别节目的 对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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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